我们在帮你 你不要这么不耐烦 好不好 要是真的是骗人了 怎么办 你耽误个半小时 你省150万 张框的成心妇人 要汇款150多万 远景担心她被骗了 她被问得不耐烦 远景说话的尾音都提高了 无奈加强语气 她说钱要汇给儿子的 却不愿意打电话给儿子 人家在家 他用耐 后来还是拨通了儿子的电话 远景确认不是儿子要她汇款 是你妈妈吗 你今天叫她汇钱 妈妈是什么状况 不是你叫她汇的就对了 成女先前已遭诈骗300多万元 且有报案 近日该诈骗集团又与成女联络 称在汇款155万7千元 即可取回之前获利1500万元 一通电话保住了150万 而且这一查他不是第一次上当 他已经被骗过300万 想赌一把 以为可以把之前的钱拿回来 差一点又损失了150万 这是另一件诈骗案 是警方逮捕车手 理性被害人已经被骗了六七次 总金额高达1130万 诈骗集团又来 诈骗集团标榜短期超高获利 稳赚不赔标股等假投资方式骗了被害人 他原本要加码投资 领了200多万要面交 交款之前报警求证抓了车手 你工作机就这一只啊 不是他们收走了 另一件在土地公庙前面交 也是刚从银行领出来的钱袋子 100多万严刑被害人投资500万 又被鼓吹加码领出100万 跟警方配合抓了车手 重复被骗的民众 可能都有赌一把的心态 以至于越陷越深 TBS新闻 陈志忠 吴淑平 彰化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